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小小的試驗 也就是我們常用的防疫口罩 如果想要把它滅菌 那我們該如何去使用它 我們今天準備了 目前大家廣泛使用的75%酒精 以及我們的超次氯酸水 把我們的防疫口罩打開 倒入一般的清水 一般來說防疫口罩是不能有漏水的現象 它的毛細孔的微細 不至於讓水滲漏 達到防疫的效果 好,接下來我們使用75%酒精 噴在我們的防疫口罩上 看看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好,我們發現防疫口罩的組織 已經遭到嚴重的破壞 露出大量的水 這個時候 防疫口罩當然就失去它的功能了 接下來取出第二片我們的防疫口罩 好,把它同樣打開 倒入我們一般的清水 好 再使用我們的超次氯酸水 噴灑在防疫口罩的下方 好 不管你噴的再怎麼多 只會把表面的水分給滴出 而不會破壞掉 口罩所有的組織 當然這個時候 防疫口罩的功能是並沒有喪失的 這個防疫口罩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謝謝大家